这样就跟前面讲的有点类似 我们之前是偶数 奇数跟偶数连加 这边的话是只有偶数 回圈 偶数连加 OK 那我讲过了 一般我的习惯是什么 先看那个输入输出 输入两个 然后呢 输出一个 所以你可以知道说 输入的话一定是输入一个A 一个B 然后数字的话呢 就外面一定要包一个EVO OK 然后一个输出的话就print一个 所以printer的话 你可能也要让它有个地方累加 所以可能也会需要有一个变数 那这个变数的话叫什么 也叫ANS 预设值等于0 要让它累加 OK 所以大概架构就有了 另外的话中间就要跑回圈 那回圈的话呢 基本上 用哪一种回圈比较OK 所以题目里面有 大概有讲了 所以这个叙述方式大家自己看一下 那我们怎么写会比较OK 我们大家来看一下 如果输入14 跟1144的话 要得到这个结果 那我这边已经有写好的程式 我们大家来看一下 我们先不要被这个给限制住了 那执行它的话基本上 可能还是要注意一下 因为虽然这个执行 大家同学应该都应该没什么问题 可是执行的时候特别小心 因为这个 spider 你在执行之后 输入的资料 请你放在这一串 run file的下面 可以应该没有问题 再来输入什么 14 enter 1144 如果得到的结果 假如是 327714的话 那理论上应该是没问题 327714 那意思就是说 他这个题目可以猜得出来 应该是什么 他从14 然后偶数 所以再来就16 一直加 加到1144为止 全部加在一起的结果 帮我把它print 应该可以懂个意思 我想 所以我后来我发现 最好方法还是 先看他的那个输入输出 然后先猜猜看 猜猜看先 所以我有时候 连那个说明我都不看 我都直接写程式 print了出来结果 对了 那表示那个说明 我大概知道意思 不然有时候说真的 他那个说明 真的有时候是不是说 可能写的真的太文言文 还是怎么样 我说真的有时候看 真的不是很容易理解 所以有的时候像这种程式的东西 就真的要自己看书 能够看懂 然后呢 又可以把程式写出来 那真的很厉害 那真的很厉害 因为我有时候看那个程式 相关的书籍作者写的 我觉得到底是哪边有问题 怎么好像表达上面是很不知道 就是感觉就怎么看就怎么怪 哪里怪呢 说不上来 所以有的时候反而后来发现 看这些书都一定要不求圣洁 不求圣洁就是说你看重点就好了 然后知道大概 你不能很认真的去看他里面的这个叙述 而且我发现那程式的这些书里面 真的很少缺乏趣味性 里面好像都不讲一些有趣的东西 甚至更不要说讲一些笑话 对不对 所以看起来真的是很难 很难让人家能够进入到情境吧 你总要先表达一下 到底这东西要干嘛的 我发现很多时候 那个书里面就直接就告诉你 直接就切入到那个地方 到底这什么什么什么状况 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前面的迅速可蛮重要的 OK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程式该怎么写 首先第一个 我刚刚讲过重点 第一个就是会有个A 会有个B 会有个Answer 对不对 那中间最重要是这个 deleteer掉 好啦 OK 所以这个就是重点 for回圈 当你写成画回圈也可以啦 那怎么写 前面我们有写过嘛 所以我们首先的话 这边应该写个for for I 的 in range 还记得吧 因为如果你没有个range的话 那你就没办法产生那个范围 因为你要自己写啦 14 逗点 16 逗点 18 一直到114 那大概写一堆 但如果你用range的话 你就会自己让它变出来 那你要怎么让它变出来 第一个的话 就是我们range的话 一定第一个 要给它哪一个 哪一个值开始 哪一个值 A嘛 所以A的话就是从14开始 逗点 到哪一个字停下来 哪一个数字停下来 B 对 所以呢到B 可是问题哦 它停下来是 在停下来是B这个字的后一个字 也就是说 如果你输入B的话 它跑到1144 停了 它就没有把1144加进去 所以变成说你如果要停的话 记得是要把B这个停的话 是停在1144的后一个 就是1145那个 所以就加1 那如果是偶数的话 我前面讲过了 要不就是你在程式里面判断说 它能不能被二整出 然后再累加 不过那个方法我觉得比较麻烦 你倒不如最简单的方法是 逗点 加一个什么 间隔多少 间隔二就好了 你们还记得吧 有印象吗 但我想过你可以写一幅啦 你可以用那个就是百分比 就是除以二之后是不是等于零 如果等于零才去累加也可以啦 只是我觉得好像会多写一行 反而没有很精简 然后后面的话一道瓜 后面加个冒号 冒号是做什么 OK Enter 好做什么 做什么你要写在下面 就是把那个 什么呢 那个A A的那个怎么 I的值得加啦 有没有 I的话呢 for I in rate 就是第一个 它会把那个第14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就是ANS 假设ANS这个变数是0 那就ANS等于ANS自己本身 加上什么 加上什么 啊 对啊 后面这个加 后面要加什么 就加I就好了啊 对啊 这样就好了啊 那懂个意思吧 因为它I的值就是说从 你不用输入14 它就会从14 所以第一个值就14 那14的话呢 我们就要把它加起来 所以这个ANS等于ANS加I的话 意思是把后面这个两个加完之后 再帮我存到前面去 所以当I第一次等于14的话 它就会怎么样 就是先把那个14加上0 14加上0之后存到ANS 所以ANS里面就放14 然后间隔2的话呢 就回来了 回来之后变多少 I等于多少 16嘛 有没有 间隔2嘛 对哦 然后呢 再来就是什么 因为ANS等于14嘛 加上16 所以加了之后 30 再放回去 所以ANS里面就放多少 30 有没有 所以它就一直放 盖过去 算完盖过去 所以变数的话呢 它会不断被覆盖 有没有 尤其在回圈里面的变数 OK 这个概念应该有吧 OK 反正不管 加了30以后 是 加了30 我们就乖乖乖的是46 18 对对对 是是是 但是你加了30以后后面加18哦 对 所以下一个18的话就是再把30加18 18 那再存回去 再把它盖掉就对了 所以NS这个词里面的词就会不断被覆盖 它第一次是14嘛 第二次一定是30 再来就是加加18 这变48 再来就加20 这变68 应该可以懂的意思 因为我们 如果用人脑一直算这个 你会发现人脑会一直会觉得很疲惫 但是电脑没这个问题 电脑的好处是第一个 非常快 第二个的话绝对不会错 也是 这样是变成是为了输入阳神定国的成数 对当然 因为万一输入13就会错掉 对 所以这个地方没有防呆 所以这一 对对 所以正常的考试你先不要考虑防呆问题 对对 当然以后如果你要写可以啦 只是说 有时候变化蛇天竹了 变成说你输入 假设你可能要输入什么 判断如果A看B 他不是那个偶数的话 那可能就不要让他输入 但是问题你这样写反而错了 你考试的时候不能写这个啦 OK 所以跟各位讲一下 你那个有时候思考是对的 但问题如果真的考试是不必要的 OK 所以这个跟各位讲一下 好 那最后我们写完了啦 就这样而已啊 所以你会发现 其实最关键就这两行嘛 所以第三类的话 其实主要是把那个if 改成for回圈而已啦 就大概是这样子 那最后我们把它执行一下 给各位看一下 应该结果也没有问题吧 我执行一下 看一下 所以14 Enter 1144 Enter 327714 没问题 所以城市有应该不困难吧 所以你看第三类如果考这一题的话 那简直就几行 六行就搞定了 而且没有新的 只有中间这一块 所以你最重要是要把回圈的概念搞懂 哦 这样应该OK了 那另外的话 当然如果你有时间的话 你可以 假设啦 你不要用d0.2的话 你可以用什么 用这些写的 里面放一个逻辑判断 有没有 或者是说 再把它改成用file回圈写 可不可以 可以啦 只是说啦 那考试的时候 就是选那个最简单的啦 那只是说平常你练习的时候 可以多方面思考 就是说你不要只能 只会用一种方法去撰写程式 那像我的习惯是 我们已经想了很多种方法 最后得到了结论 这个啦 所以我就直接告诉你 只是说呢 当然最好是你们可以自己花时间去思考 因为这个对你们一定有 程式的训练是有帮助的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是 前几条没有很厉害 所以为什么A等INT 为什么不用让它包起来的呢 我记得他老师有讲过INT的用意 INT 是整数而已 哦 对对对 当然这一题你说 老师我可不可以改成EGO 其实也可以啊 这个没问题啊 你要改OK 那这样不要单纯啊 我们这样不要常用多 可是EGO 是要打四个字 INT 只要打三个字 哦 哦 哈哈哈 哦 所以这个地方啊 没关系啦 因为它题目就是一定整数啦 所以我们就要INT了 哎 如果说它是不确定整数或者是有小数点 那你用EGO 哦 所以你看我的程式啊 如果是确定是整数的话 那用INT 对不对 对对 少打一个字 OK 好了 画面还给各位一下哦 所以我有时候就是会 考虑到的就是程式越少字越好 有时候可能是考虑到那个懒惰的那个程度哦 不过有的时候是自己的风格啦 那个没有关系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打习惯 然后不要出错就是好方法哦 OK 试试看哦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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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